前京区博校里临近拥有160年历史的玫瑰天主教堂 因此社区居民大多是天主教徒 而最近在社区大楼旁的一棵小叶揽人树上 发现神寺耶稣受难的图像 让你们看了又是惊奇又是感动 直说像是天主在庇护社区一样 带您来看看 既有现在位在前京区的博校里内 可以看到旁边这棵树上 仔细看有点像是耶稣受难的场景 这里之前都是我们天主教的教友住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社区以前70%以上都是天主教教友 然后在之前在对面呢 我们也有一个圣母玛利亚的神像 那因为道路透宽之后把它拆除 就是中元节那时候发现到这棵树 它有一个神像在这边 这棵约三层楼高的小燕兰 众主在市中一路上的大楼旁 约十几年的时间 直到近期才被发现有神似耶稣受难的图像 让天主教徒直说就像是神迹显现 你感动 因为他们又很惊奇 怎么会有这种神迹呢 然后呢 越看越像 就好像耶稣呢 为我们人类受苦 然后定在十字架上 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的 这个表示他们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连结 然后我觉得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树的这样的一个树柳 或者这样的一个标记 给他们想起 他们有义务 看到这些受苦人 或需要帮助人 临近玫瑰天主教堂的博校里 李明大多是天主教徒 如今在社区内发现这样的奇景 就像是天主在庇护一样 除了让人惊奇 更让李明觉得感动 而李长方文杰表示 将尽快与大楼进行讨论 该如何保护这样的奇景 记者潘志光 萨小欣 高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